我们改变不了上面,也拯救不了下面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 做好自己这个阶层应该做的工作 做好自己,让自己强大,适应环境 不论环境多邪恶 认清自己在这个社会上的阶层和地位 做符合自己身份的事 说符合自己身份的话 接收符合自己阶层的信息 我给自己的2022年寄予 就是做个合格的奸商 又到年底了 今天好像过得特别快 看着油管的大宾们都在盘点2021 我这少的可怜的关注数 也就不臭这个热闹了 也没有这个资本对吧 不过我猜 你们每天看中南海平床时 粉红反贼对骂也烦了 那给大家推荐一些 能让心情愉快的东西吧 淡总的偷口秀跨年2021 徐真的护吹电影爱情神话 UCCA上海艺术中心的特展 还有很多好听的圣诞音乐 链接我会放在本期节目介绍里 请自学 今天这期节目有很多 琐琐碎碎的小故事 跟创业无关 纯粹是个人观点的表达 可能会冒犯很多人 请爱抬杠的各位 先用一张图来说明 我的这些小故事的中心思想 这就是我眼里的世界 分阶层 分档次 分上下 可能太直白了 会让我认为 身处最底下的人 觉得压抑和不适 但我的节目 什么时候正正确了 虽然看着刺眼 但这是事实 你在这个金字塔的哪里 我在金字塔的哪里 将来 我们会在金字塔的哪里 大家好 我是小趴 一个创业服务的讲述者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请大家点击电源按钮 打开小铃铛 有兴趣的 也能通过我们的官网 和社交媒体 可以想花取的联系 具体信息在频道的简介里 第一个故事 吐槽一下 我们来美国后 聘请的第一个会计师 我是做创业服务 创业投资的 来美国短短几年 成立了不像五家公司主体 我的习惯呢 是会让会计师 帮我来做企业的注册 来我给你们看看 我现在的会计师 注册公司后 我收到的文件 再让你们看看 那第一位会计师 给我注册第一家 在美公司的文件 没了 对 没了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在他眼里 来美国办公司的新移民 都是拿公司来买房子的 新移民都是来占用美国福利的 是第一宝拿白卡的 在他眼里 原来根本不知道 有人真的是来美国好好做生意的 第二个故事 把我的频道当连续续看的都知道 我们在新加坡 有一家公司 卖咖啡的 所以这么多年来 在我们家卢华的眼里 新加坡就是一块半的 扣笔咖啡 三块半的拉萨面 满头大汗 在没有空调的小贩中心 吃午餐的地方 卢华有一个死打高中同学 做高级文具贸易 什么是高级文具 就是卖杜金 德国订书机给温州包花货 他的上家就是生活在新加坡的 沙特图号 在这个四档年里 新加坡就是 奔驰等出租车 一万两千亿碗的金沙酒店 一千亿杯的特条鸡尾酒 第三个故事 我替我父母安排旅行 不猜 老人家不会英文 我只能找洛杉矶本地的华人旅行社 拿到的行程都是 黄石公园 佛罗里达海滩 一号公路美景 大哥 我们全家不喜欢户外和自然风景 我们喜欢人文 明白吗 人文 大都会博物馆 海明威故居 珍珠港纪念馆 林肯纪念汤 再不记 你带我那愤世嫉妒的老爸 去看看世贸大厦遗址了吗 很多人告诉你 美国人每个月购物一次 每次一推车 对吧 那是为啥 因为他们每个月发了工资 就要紧巴巴地 把大家子一个月的口粮满齐啊 而且 平时没有时间在购物 你们这些 在大陆坑闷拐骗 贪污受贿 到美国来过清闲日子的 哪个需要这样口口唆唆的 大妈眼睛里 实有美国蓝领的生活状态 第四个故事 就发生在今天早上 我在健身房里 听到两位大妈的对话 嘿 张大妈 昨天新闻看了没 全美国一天五十万 是啊 李大妈 洛杉矶一天都一万了 大妈们 想啥呢 真害怕 那来公共健身房干嘛 还不戴口罩 其实吧 错怪两位大妈了 这就是他们的 见面问候语 就跟 您吃了没 一个路数 我是五月算人 吃了吗 您呐 如果是两硅谷的马农 今天见面会说啥呢 嘿 爹里 股票又涨了吧 第五个故事 乐呵乐呵 算个笑话 Facebook上 一个洛杉矶美食群 有人投诉一家火锅店 服务不好 投诉就投诉呗 最后还来了一句 养化童有毒 评论区里 还有说 什么年代了 还在用青铜器时代的储具 对 您都对 老北京自动播 是青铜器时代的 四川 重庆 满大街 童火锅 都是青铜器时代的 您是元宇宙时代的 还有一次 在我们小山谷的一家 上海菜馆吃饭 隔壁一桌投诉 你这是狮子头啊 这叫干煎丸子 怎么连汤都没有 白菜也没有 退钱 人家菜馆 从上到下 连扫地阿姨 说的都是上海话 大厨是怀仰菜 一级厨师 您要吃的那种狮子头 出门左转 台湾餐馆涌 白白 不送 眼界决定一切 我们家文化有句口头禅 不要和不是一个社会层面的人多接触 脏眼睛 再给大家讲讲最近的几个新闻吧 先说这么一条 香港艺人核运时被拘捕 因为国安理由 谈政治犯忌讳哦 你们有没有想起 谈四头的那句话 各国变法 无不从流血而成 经中国未闻 由因变法而流血者 此 国之所以不昌野 有之 请自四头使 这时候 何韵诗还只是个艺人吗 比起那些已经土顿到弯弯的杜文泽 黄秋生们 我还是更喜欢黄明志 一手玻璃心 火遍墙外华人圈 人家不是谈四头 真没有谈政治 只是利用流量 我自己赚到了 七千万上亿的关注和流览量 赚得盘满钵满而已 我喜欢 再来两条热搜的新闻 三只松树涉嫌鲁华 被曼霸抵制 马斯克的卫星 差点撞上了中国空间站 特斯拉被网友扬言抵制 好怕怕哦 动不动抵制 那我问问屏幕前的你 会抵制吗 反正我不会 因为我喜欢吃三只松树的零食啊 因为我买得起特斯拉啊 哦 原来问题处在这里 为啥抵制 谁在抵制 谁有空天天在网上喊打喊杀 因为记者 因为感到社会不公 因为毫无希望的人生 因为永无出头之 推荐大家 原恒飞老师的频道 当然 人家的知名度不需要我推荐 一百年前的希特勒 也是被全德国人民 一票一票选上台的 一战后的德国经济的萧条 催生了民粹主义的台头 民粹是什么 一帮子吃不饱 没工作 只会喝啤酒打老婆的 Loser 多提一句老生常谈 一个企业什么时候开始抓考情 生意不好的时候 老板干着急 管理层闲得没事做 找了存在感 底层互相伤害 国家依然 看看上头的人都在做什么吧 讲了故事 说了新闻 不知道 我有没有把我想表达的阐述清楚 也给这些啰嗦做个小节 尊敬的反贼们 你们说的社会阴暗面都存在 我看的也不比你们少 但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恕我难想 我们改变不了上面 也拯救不了下面 我唯一能做的 就是做好自己 做好自己这个阶层 应该做的工作 这个世界就是分上下高低的 我可能这辈子也爬不到金字塔最上层 但我们都要努力 不让自己落到金字塔的最底下 那些我尊敬的海外反贼们 常说的一句话 别以为社会主义的铁拳 不会落在你身上 我不反对这句话 但作为一个 生在新中国 长在红西侠的八零后中年人 怎么会不知道党国的平行 或者说应该知道祖国的暴脾气 你愿意做合运师吗 你是谭思同吗 我改变不了 我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我不会周末去进Costco 你会放弃在世界500强的高薪高职 去富士康被收身加班吗 不会 但躲得掉吗 当然躲得掉 上周 让海外反贼疯狂的大屋打场 巨量裁员 裁到核心人员头上了吗 裁掉的还是loser 做好自己 让自己强大 适应环境 不论环境多邪恶 我给自己的2022年寄予 就是做个合格的奸商 你我一样 改变不了金字塔顶 也救不了金字塔顶 老老实实地做个商人 商人的本质 就是获利 认清自己 在这个社会上的阶层和地位 做符合自己身份的事 说符合自己身份的话 接收符合自己阶层的信息 社会主体不关心 谁谁谁和冠军在家打网球 不关心外交部骂了谁 想知道现在的社会主体中间力量 在想什么 一年一度喜剧大赛 脱口球大会 吐槽大会 德云斗笑社 乐队的夏天 还有挺播了的奇葩说 最后 再给大家推荐一下 节目间接里的这些综艺 电影 音乐 这世上不只有建党伟业 学习年代 江峰 文章 如约三人 也不只有 王景 活着 当然 咱们都有选择生活的权利 你可以看看新闻联播 蒸蒸日上 你可以打开油管和推特 分食祭俗 悲天名人 你也可以和我一样 一张黑胶碟 一杯咖啡 岁月静好 我是小趴 一个创业服务的讲述者 2022 新年快乐 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 请点赞 转发 分享 如果你有好的创业项目 也欢迎与我取得联系 谢谢 请不吝点赞